在西夏民间 为守阳神造试试 一直都是这幅装满 谁穿上这些 谁就是守阳神的神识 实际和试试 更肯用守阳神的形象试法 再造神经 我知道你们都很担心 牙内和雏尿是否无恙 也很想赶过去 和袁仲心轩一会合 但是我们没有时间了 明日拔营 你们母子俩 跟我去离宫看看吧 住两天 上上山顶 那太好了 这个孩子 一直希望 在你心下尽孝呢 这回如愿一场了 尽孝好吧 就别尽着尽着 变成送终了 父王 您可不能说这样的话 儿子听了心都会痛 在墓台上 你没有动手 做得很对 我觉得他根本就是 在玩猫鼠游戏 乐在其中 他确实强大 但没关系 只要你活着 一定还会有机会的 我明白 秘其墓碑的尸体 还挂在妹妹吧 警告我呢 他也算是尽忠了 要不我找个理由 把他也给埋了 不用了 秘其墓碑确实忠诚 可人死了就没意义了 谁会为死人冒险 会呃 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想做什么 放火 烧了木台 让雏鸟归于天地 后果呢 我小心些 别让人瞧见就好了 元昊为什么把尸体放在木台 陈舍军心 还有呢 说 我知道你能猜到 你已经莫北领军多年 总会有人效忠于他 元昊希望用米琴的尸体 把这些人调出来 明明知道 还要去送死 做不得就这么挂着 你这野力族的身份 将来有大用处 所以你不能死 就算忍不下去也得忍着 巴宅死了不止一个雏鸟 如今只剩下我们两个 为了什么 朱砂元昊 所以你没资格冒险 任务没成 你就得活着 你去哪儿 你管不了我 活把放下 你小点手 你不是说任务没成 就得活下去吗 我这些年露面太多 元昊既然要出神使 我就没有机会再回兴庆府 不过也还好了 这些年封神 其实都靠了七斋的强主 交给他们 再合适不顾 七斋那几个 虽然没我聪明 不过也还行了 他们和宁宁哥有交情 也认识业欧洲军 我没做完的事情 也可以放心地托付给他们 所以你现在是个废物了 再怎么也比你强 既然无事可做 就老老实实离开西夏 回大宋去 楚鸟是我带来西夏的 我带来的 我得送走 你也不用这样看着我 我又不是非得去送死 点完火没人发现 我转到就逃 但是我警告你话子说 若事情有变 你绝不能出手 我知道我的身份有用 元昊未死 我必须活下去 我必须活下去 你有后悔过吗 后悔什么 加入密格 加入巴斋 从来没有 不是这个 你 有没有后悔过把雏鸟他们带来西夏 若无战事 他们应该能够一直活下去 变成老头老太 那几个家伙变老的样子 根本想想不出来 太多了 得太多了 我收拾 预备 他 是 我 没 那 我 你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竹鸟 今日之后 你就不是巴债的一员了 你所谓的恩情已经还清了 大局已定 我这里已经不需要你了 那我该去哪儿 找你自己喜欢的了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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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啊 还真有对李秦目被这么忠心的 这人已经死了 挂在那和烧了 有什么区别 就为这一把火 把自己也搭进去了 对生者 不一样 你马上就是死者了 你这么干傻不傻 确实有点少 但是没关系 什么意思 我聪明了这么多年 偶尔傻一次 可以理解 这个回答有点意思 给我 得 朱子 不 远 离物 没想到米奇墓碑还有这样的属下 给你个机会 给我跪下 我考虑不杀你 把他给我打服了 这就是你不懂事了 怎么说我也是大厦之主吧 什么事都自己上手啊 你们一�Geiko 快快快 来 惊醒 我看你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叫什么呀 你在看什么 没事 咱们继续 要不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不用了 好 我就不明白了这意义在哪儿啊 因为你蠢 都不可以 我先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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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伙子 就不要哼 救命 最后也不知道你叫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太忙了 这才有一点时间 抱歉 抱歉 饿了吧 放开吃 这是哪儿啊 你们先下去吧 是 这里是梨宫 卿天子的行宫 兴庆府待逆了 就在此寻欢作乐 你是谁 墨葬儿旁 现任大厦国相 对了 我妹妹就是这座离宫的主人 如今 卿天子最宠爱的女人 元昊娶的魏王仁 就是她 你们还有什么想问的 为什么把我们带来这儿 自然是救你们性命啊 元昊布下重病 守着贺兰山通往兴庆府的方向 若不是我提前赶到 这会儿你们怕是都没命了 放心 马哲里我放了三具尸体 清天子应该也安心了 你为什么要救我们 你们死了 谁杀元昊啊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这就没意思了吧 你看我 一直都是这么坦诚 那你不妨再坦诚一点 可以 我知道你们是宋人 也知道你们与宁令歌合作 为的就是刺杀元昊 快吃啊 不然凉了 我救你们呢 就是想帮你们一把 你帮我们杀元昊 就这意思 你是西夏的国相 莫葬额旁 你妹妹是元昊最得宠的妃子 刚为清天子生了个儿子 不瞒你们说 如今清天子大部分时间 都待在这里 兴兴府的皇宫都快荒废了 那你为什么要帮我们杀元昊呢 我生性善良 什么 宁令歌身为太子 却为清天子提防戒备 解除兵权 他什么都没做错 却被如此对待 我实在看不过去了 人嘛 总要讲道理 讲人情 不然 就成了秦寿不是 你为了宁令歌要杀元昊 你觉得我们会信吗 不然我救你们做什么呀 我要是害你们 直接把你们交给清天子不就完了 是这么个道理不是啊 不出意外 这两日 清天子就会回到李宫 到时候我来安排 让你们刺杀元昊 信不信的 到时候我就知道了 什么机会 你们 打算怎么杀元昊 提醒一句 清天子 战利无双 冻无可不行 用毒 好主意 我给你们机会下毒 安排你们潜入后殿 待其毒发 将其杀之 那我们应该谢谢你 那就不打扰了 为表诚意 护卫我都撤了 你们若不想刺杀清天子 完全可以自行离开 够坦诚吧 告辞 大宋少年制二 由特伦苏冠名播出 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伦苏 首位都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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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应该真是离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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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信啊 没有毒 西夏国相替宁令哥打抱不平 你们信吗 不信 打抱不平肯定是假的 或许是借刀杀人 权势斗争 有可能 不太对 若他真是国相 想要保住地位权势 前提条件就是元昊活着 再怎么动 也不至于自掘坟墓 也对啊 那他的身份是撒谎的 消息太少 不好判断 这国相刚才说的话 没一句可信 去还是留 留下 没错 这可能是沙元昊的大好机会 不过我们不能完全 跟着他的安排走 先吃饭吧 确实饿了 忘记了 吃饿了 这个是 直播 就 young 我了 接下來 才是 好 真的 真的 阿内 我这辈子从没听过 比刚才更让人欢喜的话 爹 成长 醒了 这么着急死他 你还有用呢 你还有用呢 过来检查 过来 过来 你这撑退的 吓着我升高了你 好 好 您慢走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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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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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钱 我救你一个事 口销青天子的大宋官员 一般住在哪儿 陈思义那边 送人都住那儿 往前走 转个巷子就到了 没事吧 就在前面 你睡吧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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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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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钱带呢 是你的吗 路上捡的 谢谢 那个麻烦问一下 宋人官员住在何处 啊 就在承西 过了三条巷子就是 宋人啊 基本上都住在那儿 哦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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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来 这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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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仲熙 你到底要说什么 来 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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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时呢 我昏迷了多久 三天 三天 都发生了什么事情 贺兰山那边传来消息 元昊杀了守阳神使 这消息如同晴天霹雳 如今的兴庆府 是暗流涌动 各怀归胎 元昊不是威王岐纲吗 告不过神明 三年来 守阳神传遍大夏境内 虽说大夏主要信佛 但守阳神多少有些根基 再说了 白鹤头火 已有神法之相 信神之人 怎不畏惧 白鹤头火 元昊营内 有神使战死 没入火中 当即由白鹤 悲鸣自天而降 投入火中与之共亡 闻上 白鹤在大夏是贵娘 投火而亡 更加坐实了 神明有难 不对 元昊为什么要把杀身使的罪名 揽到自己身上 消息传得太快了 他想揽也揽不住 百鹤头火这种事情除非是亲烟所见 不然很难传出去 元昊身边有人走漏了消息 应该是 会是谁呢 信神之人这么多 天知道 元昊怎么应对啊 如今不只是兴庆府 兴天子诛杀神使的消息 一传遍大夏全境 各地皆有人心浮动 传得还挺快 不过到现在 以为找到是谁把消息传出去 太子和皇后呢 有亲卫守护着 太子应该不会有机会把消息传出去 如今这局面 咱们还是按兵不动吗 怎么动啊 难不成把听过的人全杀了 再等等吧 您是说 元昊去了离宫 一直没露面 但什么也没做 他在等 是吗 等什么 身边有人走漏的消息 等查清楚是谁 才好应对 照着神明 人心恐慌 安静下来等一等 让时间消除恐惧 也对 杀手神使 未必就是违逆神明 等上一段 大家瞧着 神明不曾发怒 神法也没出现 恐慌就会慢慢地淡下去了 是啊 神明不怒 大家会想 或许是神使真犯了错误 而元昊杀他 真是应了神明之名 神明会不会怒 哪有什么神 那就是不会有回应了 虽然没有神 但是有人 神明不怒 我替他怒 神明不法 我来法 罚不罚的我管不着 元昊杀 你问了我这么多问题 我一样一样地都回复了 现在该我问你一句了 我儿子呢 我还以为你会绝食呢 我得活下去 想报仇 挺好 人有渴望 活得才热闹 为什么不杀我 废话 你还有用啊 你先吃好喝好 咱们一起慢慢等消息 等什么消息 要不把这关入地牢 不用 人家是客人 要好好招待 王上放心 都是好酒好肉 你妹妹呢 守着王子呢 毕竟年纪还小 要不我让他下来陪王上 不必了 我自己一个人喝酒挺好 用不着人赔 我都没慌 你叹什么气啊 臣又醉啊 这三年 臣也跟着传播了首阳神使的神恩 若非如此 也不会有今日之火呀 这事跟你没关系 这三年 我也是用首阳神 才立住了清天子之名 替他们传播 也是我的意思啊 现在看来 是饮阵止渴 作茧自负啊 这几个少年的手段 还确实可以 只可惜 杀迟了 已然如此了 正好我也看看 这场神灾之下 谁暗藏祸心 王上至谋高远 必定无恙 行了 赶紧起来吧 添酒 似王上这般宽人 我就不信了 还真有人坏了良心 存谋逆之意 我兄长带你们来瞧着 就是让你们相信 他的身份 并不是虚言狂漫 元昊的儿子 你瞧他眼睛 长得特别像的 是不是 那下面是你孩子的父亲 你的丈夫 也是大夏的王 你们兄妹所有前程 都压在他的身上 我不明白 你为什么要帮我们杀他 我哥怎么说 他说他身性善良 这理由不好吗 你胆也是够大的 放我们进来 身边一个守卫也不留 善良的人 会觉得别人也善良 什么时候动手 再等等吧 你们不是想要下毒吗 元昊是个很小心的人 要是想下毒 就得等大摆宴席 才有混乱之际 他天天在离宫 一个人都不见 怎么大摆宴席 他不会一辈子这么待着 你觉得他什么时候会有动静 那就要看看 他现在等的到底是什么 我在等什么 臣只是随便问问 往上不必当真 我在等变故 等转机 等山洪泄地 等人路杀机 这场神灾总得有个后续 我等的就是这个后续 要不安排些亲信到军中去 已经稳住军心 防围第一要务 不必 幼州军那边有什么消息啊 这几日 倒是没见幼州军有何异动 这梁格韦的死 就这么无声无息了 幼州军这就稳住了 这倒挺难得啊 梁格韦未有难盯 他早就想着 让我接手幼州军 你可要想想后果 这灵堂就这么大 你们的兵马 几个进来吗